大家好,今天是2021年10月8日,星期五啊,我最近老说这种美国的消息啊,或者是其他的消息啊,我们欧洲啊,或者怎么样呢,或者是中国的消息啊,我们还是来说说丹麦吧,因为我,嗯,我们毕竟我是生活在丹麦的啊,然后还有很多的这种受众观众,是不是丹麦的,可能对丹麦的很多的事情感兴趣啊,我们来说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啊,嗯,丹麦的全国的高中 高中生啊,打算周一,今天在丹麦是星期五,对不对,然后周一就是下周一啊,嗯,决定宣布罢课啊,嗯,这非常有意思啊,你要想想,如果是在中国,对不对,中国的话,高中生,你罢课,那是怎么一个,怎么一个概念,对不对,你不想高考了啊,完事之后,罢课,我就不上学了啊,不上课了啊,我们上高中的时候,我估计连想都没有这么想过, 嗯,对吧,大家能够,能够让我都出去玩玩就已经不错了啊,还是,现在还是罢课啊,我觉得他们选择罢课的这个理由也是非常有意思的,也是非常值得我们深思的,我为什么愿意讲这篇文章,也就是说,啊,讲这个新闻啊,也是非常有意思,可以引发我们的很多的思考在里面,嗯, 就是说,高中生他为什么要罢课啊,就是首先他第一,有两个要求,第一,他对分数不满,啊,嗯,第二呢,就是说政府想要给他们减少开支啊,一般的是上学的时候,嗯,学校的话,你减少开支的时候,大家一般的都会这种罢课啊,你大学或者研究生也都是类似啊,差不多至少有14所学校啊, 学生就开始一起将罢课啊,嗯,为什么呢,因为政府新提议啊,将普通高中入学的要求提高到6分,这个6分是什么概念,我说一下丹麦它是有一个12分的这样的一个体制,最高分是12分啊,他可能是说,比如说中国100分,那个为说吧,差不多97,98分到到100分之间,他就算12分,然后下面有10分,对吧,10分差不多90分左右吧, 然后之后呢,就是,嗯,10分之后是7分,7分之后是,嗯,是没有6分,啊,对,他呢,对吧,7分之后可能是4分,然后是2分,2分就是及格线了,就是可能中国的就是60分左右,然后呢,你可能就是,呃,再往下,就是0分和-3分,啊,-3分,那你可能就考的那么中国一二十分的样子, 就是,就是,就是,丹麦是这样的一个计分系统,所以说,他,就是说,就是说,政府提出上什么样的呢,就是说,你要想上高中,你起码你要考到6分,平均分到6分, 原来是多少,原来是5分,对不对,呃,估计就跟及格线差不多了,你说如果是,丹麦,你考个,对吧,呃,中个100分的话,你考个, 70来分,对不对,平均考一70来分,啊,那你就可以上高中了,啊,嗯,现在提高到6分,啊,所以说大家就不开心了,大家就不开心的就是什么,他说这完全没有意义啊,啊,你这样的话,你,你不是让我们内卷吗,这个内卷就是这么,对吧,中国的内卷就是这么来的,对不对,你只提高了分数,对不对,对于我们来讲都是一样的,对吧, 我们还是那些人,完了之后呢,本来原来我们轻轻松松的考个5分,你就可以学上高中了,那你非让我考6分,那我怎么办,你逼着我们,不得不去,对吧,去内卷,去用工学习,啊,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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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考到这样的分,啊,你想想,这个,这跟中国是什么比,中国已经卷成什么样子了,对不对,中国现在恨不得像,像那个,呃,你比如说,小成初,小学生初中的时候, 你任何人,如果是说,你可能,就比如说语言数学两,两文课,啊,你有一门,没有拿一百,你拿了个九十九,说不定你就全,全班排倒数了,中国就变成什么样,对不对,你必须所有的东西都考满分,你才可能上初中,就变成变成这样子了,你看,中国到这样,都不,都没有一个出来罢工的,出来出来罢课的,家长其实应该出来去做这件事情,有什么意义呢,你让小孩所有的人都考到一百分, 有什么意义呢,对不对,你看丹麦的学生,啊,你,你从五分提高到六分,就是说,就像中国一样,对吧,你考了一百分的卷子,那我考个六十多分,你让我上高中就,上初中就完了呗,啊, 然后我初中,我考了六十来分,六七十分的话,平均分六七十分,你就让我上高中就行了,啊,对吧,你现在丹麦政府应该,可能提高到更高一点,对吧,提高到七十五分,你必须考到七十五分,你必须考到七十五分,你必须好好学习一点,但是他们不开心,对不对,你,你,你这不是无限制的限入我们内卷吗,对吧,你非得让我们整天花很多的时间在学习上, 我就不能够去参加课外活动,对吧,怎么样的,你去增加的这些知识,能够真正的对我未来,呃,职业生涯,或者未来的生活有产生多大影响吗,没有,你只是无畏的增加我这些东西,都是他们要选择罢工,啊,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钱吧,对不对,钱可能是减少了对于这种,呃,对吧,学校的支持,对不对,比如说学校建学校啊,或者娱乐设施啊,或者其他的补助之类的呀,那大家也不开心,对不对,那我们就要罢课,啊, 所以说周一高中生一些青年,呃,青年的项目的学生啊,将停止这种上学啊,呃,就说他们就表示抗议啊,提高这种升学分顺和这种,呃,减少你的支出啊,这不可能是不开心的啊,嗯,所以说我们还现在还不知道这个的结果是怎么样啊,我只是说我们已只是难介入这件事情,然后 你可以说如果任何有华人你可以看到的时候,我们想想我们的孩子在中国学的那些知识是怎么一个状态,你自己想想,现在已经是完全AI的一些时代,他学那些东西还真的有没有用,对吧,我现在随便就问一个AI的东西,对不对,我问 肥水之战是什么时候,什么发生的,他跟我说的本是青,对不对,我,我问他一个,什么是波士顿清查事件,他可以告诉我整个的事情的来龙去脉,你需要去背这些东西吗,你不需要了,对不对,哪怕一群算术也是一样的,对不对,你可以有数学思维,数学思维是,数学思维是什么, 是解决你应用问题,解决问题的一些能力,举一反三的能力,而不是天天你让你摆数式去计算,对不对,一百以内加减法,完了之后靠什么,靠什么速算,然后解决多少,对吧,你是去小商小贩卖,那个,卖菜吗, 你现在,现在在卖,就是去潮市卖菜,你都不用计算了,你买一扫,完了之后,钱都自动出来了,你去学那学有什么用呢,你学过了这些计算,锻炼了你多少,锻炼了你多少的数学思维呢,真正锻炼了吗,完全没有,你看这些数学,在那个国外数学得奖的,中国哪有,对吧,除了华洛庚之外,华洛庚还不是在中国学的,所以说,很多的时候,我们要审视自己,这个时代, 它变化了,你的教学内容,你的学习东西,都要跟着时代的变化,有多少变化呢,有多少跟着呢,对不对,我们花太多的精力,让小孩得一百分,有用吗,跟真的没有用,他们只不过是,给每个人花太多的时间,对不对,减少睡觉的时间,做太多的无聊的那些作业,重复的作业,完了之后,周末,一直奔波于各种辅导班,让家长,让家长没有时间, 让家长的钱,都花在那个上面,所以说,中国其实应该是,完全你应该去罢课,对不对,完全去讨论这件事情,你如果再这样做的话,对吧,我们就非常的不同意,你凭什么就分流,你凭什么不让小孩,为什么我小孩考虑90多分都不能上高中, 你必须给家长一个说法,对不对,政府必须有这样一个说法,但是中国完全没有啊,真的是,嗯,就是说,中国老百姓啊,或者学生就是在案板上的鱼啊,中国的学生更是,完全没有地位啊,没有任何的地位啊, 真的是,一点自主权没有,中国的学生真实太可怜了,我觉得我上学的时候就非常可怜啊,想干嘛都不行,早恋早恋不行,踢足球踢足球不行,出去玩出去玩不行,嗯,你说我脱离家长,你也没钱,一分钱没有,你上高中,你一点工作经验都没有,打工的精力都没有啊,啥钱钱赚不来, 啊,你说我不干这个,我就干别的,嗯,那更不行,你不学习更不行,啊,学习学着那些东西还没有用,我想选择的学习都不行,哎,真的是,太,太痛苦了,太辛苦了啊,好吧,今天这个新闻就讲到这里啊,谢谢大家